他担任过国防大学的政委 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还直接讲 中国现在停留在什么 停留在苏联军师团的指挥模式 那是机械化战争的金字塔的指挥模式 根本不适合现代化的信息在 2016年他就已经讲了 而且他就讲 中共军方自动化指挥系统的 计算机中央处理器 前线的导弹 军舰的导航指挥系统 大部分都是美国产品 一交手必输无疑 最可怕的事情是 恶物战争完全应对出他这样的言論嘛 他2016年就讲了 所以他是真的是很厉害一号人物嘛 这东西被刘小舟全部说对对不对 全部说对的时候 如果这篇文章被翻出来 请问解放军哪来的士气打仗 还用办法打吗 没有办法打嘛 解放军看到这个文章就完蛋了嘛 第二件事情 刘小舟更夸张的是他写什么文章 这篇文章 金门战役检讨 他那篇文章直接检讨什么 1949年10月24号25号 解放军九千人在金门全军覆没的事情